WTT澳门冠军赛2021中国之星赛事即将开启 众国拼主力选手们也已经聚集在北京训练 再过三四天就奔赴澳门参加比赛 本次比赛举行时间为1月19日至1月23日 设有三个项目国拼派出极其强悍的阵容参赛 因疫情影响大部分外籍选手无法前来参赛 如今澳门冠军赛的宣传片也已公布 国拼十大将全部亮相 其中有马龙、许昕、樊振东、刘世文、陈梦、孙颖沙等人 光是看到宣传片就有许多球迷热舞沸腾了 而就在孙颖沙等人备战澳门冠军赛时 又传出一则好消息 由河北日报报业集团 烟照都市报社主办的感动河北年度人物评选结果中 国拼孙颖沙便在其中 此次孙颖沙所入选便是因为在奥运会所夺的奖项 一共13位奥运健儿总共夺得六金二银三桶 孙颖沙便在其中 而此次总奖杯量刷新了河北的历史记录 多年来 感动河北已经成为烟照大地上特有的文化品牌 成为烟照儿女心目中不可替代的精神文化盛宴 东京奥运会上 孙颖沙栗战国拼之强敌伊藤美成 这位来自日本的伊藤美成当时可谓是势不可当 好在孙颖沙及时上场 终结了伊藤美成 最终获得了一金一银的绝佳成绩 那一战孙颖沙为河北老家争光了 尽管没有获得奥运会女单冠军 但是他横扫了伊藤美成 并且拿下了奥运会女团冠军 这些荣誉是非常棒的 不只是成绩上 孙颖沙为祖国争光的同时也牺牲了很多 在当时奥运会开始期间 也就是4月份的时候 孙颖沙的奶奶不幸去世 但是为了不影响孙颖沙在奥运会的状态 家人们选择隐瞒这个消息 直到孙颖沙参加完比赛顺利回国后 孙颖沙爸爸才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给了孙颖沙 但是孙颖沙却未能送奶奶最后一程 或许这会成为孙颖沙心中永远的遗憾 所以说孙颖沙入选感动河北十大人物是实至名归 在新的一年里 孙颖沙又将迎来新的征程 而这第一战便是澳门 还有最后6天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吧 也为所有上场的国拼加油